李作鹏回忆录 第八篇 狱中人的心声 第四十二章 预审抗争 一、预审的折磨 乌云滚滚、寒风暴雪 在大半年突击预审的日子里 是天昏地暗、残酷折磨的历程 1979年12月下旬 公安预审人员在秦城监狱审讯室开始提审我 并令我用写材料的办法交代问题 我当时表示用写材料办法交代问题没有意见 但我这里既无笔,又无稿纸,应如何解决 他们答约,由监狱供给你笔和稿纸 回忆了两天后,我就向监管人员要笔要稿纸 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即开始动笔 当时我已感冒多日,滴烧不退 我带病坚持写到第二天下午 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极为严重 胸躯疼痛,四肢抽搐,静卵,血压逐步下降 心率油快变慢,心力微弱,人处于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抢救了两个小时 经过含药,打针,输氧,输液等措施,才逐渐恢复过来 这一次犯病惊动了监狱主要负责人 大概由于刚刚开始预审这个特定的时间 我这个重要的犯人要是死了 他也不好交代,于是第一次到浴室来看我 不久他们通知我,呆烧稳定后,送我到北京复兴医院治疗 余夜十一时,用担架把我抬到汽车上 仍不断疏养,不断含硝酸肝油片 坚持到北京复兴医院,也就是公安部的监狱医院 到医院后,经医生检查,规定卧床两周 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 卧床到第十天,我觉得身体已恢复正常 要求起床写材料,医生勉强同意 并规定每天写材料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 这样我的材料拖拖拉拉一直写到1980年1月27日才结束 共写了48页,约134000字 在材料中我重点回答了公安预审人员提出的 现在哪些问题想得通,哪些问题想不通的问题 我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地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 存在决定意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 坐井观天,不了解情况,因此有的问题想得通 有的问题想不通,也是很自然的 现在就有关自己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第一,1973年 中共中央的决定中,说我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决定永远开除我的党籍 我曾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但内心痛苦万分 为党为国,流血流汗 拼死奋斗一生,得到的结果是如此下场 我很难想得通 第二,国庆30周年 叶剑英讲话中对林彪集团的提法又升级了 不再提反党集团,而是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样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升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了 我就更想不通了 我是反革命 杀头也不承认 第三,关于庐山会议是未遂政变 反党理论纲领是天才论 反党组织纲领是涉国家主席及专了我们两天办的证等等 我始终没有想通 天才论怎么是反党的理论纲领呢 涉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组织纲领 在党的全会上 中委们讨论同意天才论也好 不同意也罢 讨论涉国家主席也好 不涉也罢 难道不是党内民主的正常生活吗 全会上 有人,我暗指汪东兴 始终坚持涉国家主席 至今无事 而我根本没有提涉国家主席一个字 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 我实在想不通 第四,毛主席在武汉谈话失秘问题 刘峰把谈话内容告诉了我 我回北京后告诉了黄永胜 秋会作 并向海军党委常委做了传达 有人说这是超级间谍 是向林彪告密 我很难想通 为什么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 不能告诉中央副主席 不能告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能告诉军委办事组组长 不能告诉北京的任何人呢 第五,关于被长期关押的问题 内心是矛盾的 有时想得通 有时想不通 既然我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 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 如果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罪名真能成立 不但坐牢 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是不够杀的 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反党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反革命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错误是敌我问题 难道林彪叛逃了 我们就应该坐牢吗 我想不通 总而言之 我参加文革五年 既拥护毛主席 也拥护林彪 结果被打倒了 别人参加文革十年 既拥护毛主席和林彪 也拥护和支持四人帮 可是安然无恙 甚至得到提拔 这里我画风仍指向汪东兴 此时他已经当上了中央副主席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能想得通吗 1980年1月底 我将写的材料送走了 1980年2月初 开始公安预审 有海军的 总政的 公安部的干部参加 其负责人可能是 海军保卫部 或检察院的什么人 自称是中央代表 实际是个典型的主官 维新主义者和搞逼 公 信的能手 他架子很大 张牙舞爪 来势汹汹 其实是一个大草包 是只不堪一击的直老虎 他们在复兴医院 布置了预审室 第一次提审我 那个中央代表 就声嘶力竭 胡说八道 横加指责 他指高气扬的说是代表中央来审查我 并全部否定我写的48页材料 指责那个材料不是老实交代 而是以假乱真 逼我承认这个材料就是以假乱真 逼我承认张学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 中央代表胡假虎威的这一套 我早有准备 他们根本不是实事求是 心平气和的来谈问题 而是想用高压政策来压扶我 我不能对他们客气 我抓住这个中央代表的胡说八道的结论 进行猛烈的反驳 我大声的说 你凭什么说我的材料已假乱真 凭什么说我不老实交代 你的证据在那里 你以为你用代表中央的大棒子 用胡说八道的大帽子 就能压扶我 就能吓住我 做梦 妄想 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来审问我 就在这时 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了 只感到胸躯阵阵刺痛 呼吸越来越急促 痘大的冷汗从额头流下 我双手紧紧压住胸口 再也不能说话了 他们只好趁机停止审讯 在复兴医院 每当我身体稍好一些 他们便开始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的审讯 但我始终抓住中央代表 全部否定48页材料 并定性为以假乱真的结论 逐个问题进行驳斥 系统的阐明我的观点 批驳得他们不能招架 狼狈不堪 我要他们回答 我的材料中 写了四大问题 哪个问题是以假乱真 每个问题又写了若干条 哪一条是以假乱真 全文写了一万多字 哪一个字是以假乱真 他们当然是无法回答 他们又企图诡辩说 并没有全部否定那个材料 既然没有全部否定 我又追问 那你们肯定了哪一条 肯定了哪一页 肯定了哪个字 他们仍然无法回答 以后 他们想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再说其他问题 我的态度非常坚决 我说 这是重大原则问题 你是代表中央对我的材料做的结论 若不谈清这个问题 其他问题无法谈 这些人此计不行再生一计 企图采取换人的办法 让别人主持审问 中央代表在幕后操纵 我识破了他们的把戏 仍抓住中央代表说的 以假乱真的结论不放 并痛斥所谓中央代表 我说 你究竟代表哪个中央 是共产党中央 还是国民党中央 谁委托你代表中央宣布 我的材料是以假乱真 你究竟是中央代表 还是政治骗子 两者必居其一 请明确答复这个问题 他们知道这是重大政治原则失误 企图抵赖 但是白纸黑字 两个记录员在暗记录 又有十几个人共同旁听 怎么抵赖得了呢 同时我又痛斥其搞逼 公信 我说 你以中央代表名义 否定我写的四十八页材料 逼迫我承认材料是以假乱真 逼得我当场心脏病发作 差点把我逼死了 此情此景 你们大家都看到 四人帮时的专案组搞逼供 我保长其苦 你们搞逼供 比四人帮时的专案组 更为严重 更为恶劣 这是我亲身比较的出来的 这样从二月相职到六月份 毫无结果 于是 他们采用更恶劣的办法 想逼我就范 第一 赶我立即出院 回到秦城监狱 五个多月 十几次的公安预审 一方是高压逼供 一方是针锋相对 一理俱争 当时我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而且相当严重 基本上离不开氧气 离不开急救药品 离不开医护人员的监护 而他们根本不管我的死活 这样更激怒了我 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 斗死也不折腰 对付邪恶的特效药 除了跟邪恶坚决斗争之外 别无他图 第二 有总政保卫部某副部长来秦城监狱宣布将我逮捕 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 我说 已经坐牢八年多来 为什么现在宣布逮捕 以前八年多算什么 答约 过去法律被文革破坏了 现在不辞手续 以前八年多也算逮捕 我签字后 把笔摔得一尺多高 表示我的态度 第三 我被赶回秦城监狱后 拖着重病的身体 立即向监管人员 监狱长要求攻击笔和指 有重要问题要向中央报告 开始几天 他们根本置之不理 以后我发了脾气说 你们这样做 究竟为什么 请把你们这样做的明文规定给我看一看 他们以后推辞说 以请示上级 尚未答复 简直 简直急得我快要发疯了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6月下旬 才给了一支笔和几张纸 我于6月26日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标题是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报告中盘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年初我所写的48页交代检讨材料 受到自称中央代表的人 主观违心主义的乱下结论 被污以假乱真的问题 二是关于1976年秋 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而遭到迫害打入监狱的问题 三是关于1967年初我违背军委决定 违背海军党委决定 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震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 这个报告的重点是讲了揭发康生而遭到迫害的问题 后来总政保卫部那个副部长 对我写的48页材料给予了重新结论 认为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部分 由于不敢再坚持以假乱真的结论 不敢再以中央代表资格审讯 同时换了人马改由范维刚 远海军老保卫部长主持公安预审 原来那个大草包不敢再露面了 范维刚对我说 希望改变顽固对抗态度 老实交代问题 我说顽固如此 不顽固也如此 老实如此 不老实也如此 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我没有其他态度 我的思想 我的性格 我的脾气 不管你怎么压 怎么逼 怎么欺 怎么骗 怎么折磨 依然如故 很难改变 为了观察这帮公安 预审人员下一步的情况 我同意回答其他问题 有一次提审 在谈山海关机场问题时 他们把山海关机场几个当事人 用汽车拉到秦城监狱作证 我当时只观察他们的言行 并没有插话 当他们做完证明 退出审讯室后 我向预审人员说 你们看到了吧 第一 证人李万湘讲话时 头貌虚汗 全身发抖 说话结结巴巴 证明他是心虚有鬼的 第二 最后讲话的那个证人 机场场站政委 也说 零点零六分的电话中 我曾说过要四个人联合指示 才放飞 证明我当时的指示 没有错 这一下把几个预审人员 又搞得狼狈不堪 无言以对 为什么后来在公审时 李万湘作证讲话 气壮如牛 那是经过半年训练的 丰功伪计 不知为什么 到了八月上旬 在我并未发病 并未抢救 也并未要求住院的情况下 忽然又把我由秦城监狱 送回复兴医院 我心中暗想 这绝对不是为了给我治病方便 可能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 我估计我不再抓住中央代表的 以假乱真不放 而开始谈其他问题了 或许才放宽一点 又你钻进他们早已定好 调子的框框之内 公安预审一直到九月初才结束 但如同进入万山丛中 一山放过一山栏 紧接着是检查预审 检查预审的负责人 是海证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兆齐 此人我也认识 是海司原航保处长 现在竟成了风流人物 检查预审就是公安预审的翻版 逼供 诈供 诱供 骗供 内容如出一辙 手法如出一辙 如同出自一名导演的两幕戏 没有丝毫调查研究 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可言 在公安和检查预审的全过程中 凡是他们提出的虚假的 无中生有的 无限上纲的 诬陷的问题 均被我用事实 用道理 针锋相对的加以驳斥 这些都是有录音 有记录可查的 每份记录均经过我签字存档的 一直到九月底预审全部结束 八个月之内 共提审七十多次 心脏病发作六次之多 体重下降二十六斤 医生们甚至以为我患了癌症 老实说 如果不是多数时间住在医院 治疗条件稍好 不然的话恐怕折磨的早已命归皇权了 大难不死 绝处逢生 真是有福之人 满目青山巨事乐 一时屈辱无须精 二 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1980年6月26日 在公安预审的高压下 我在监狱中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揭露公安预审大稿B 公 信的恶劣行径再次向党中央表明我的态度 这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实际上也是我的遗书 因为当时我决心以死抗争到底绝不低头 我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 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党中央 关于我1980年初所写48页交代检讨报告 受到自称中央代表主观为新主义 颠倒是非 强加于人 以假乱真的结论问题 关于我1976年秋 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 而被打入秦城监狱问题 关于我1967年违背军委文革决定和海军党委决定 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振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 我已多次向提审人员请求澄清 但至今未见一个字的答复 对于48页材料问题和苏振华问题 我向提审人员讲得比较清楚 有记录在案 应该随时可查 对于康生问题 虽然基本情况提到了 但我的思想观点没有全部讲出来 因此有必要补充如下两个问题 1.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 是揭发对了还是揭发错了 是揭发有功还是揭发有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 尤其经过中央对康生的揭发批判 举国上下人人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结论是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没有罪的 改变毛泽东的隔离审查决定 把我投入监狱是不正确的 2.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之后 为什么把我打入18层地狱 党的政策是立功赎罪 为什么对我是立功家罪 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 算不算立了功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至少不是犯了过 为什么 我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有先见之明 我是1976年秋打倒四人帮之后 大约是10月底就像当时看管我的负责人 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 人民日报批判顾问 批判理论权威 大约是在1978年冬 我的揭发比人民日报提早两年以上 当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时 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的照片 拼命宣传康生 大约是1977年2月某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一篇短文 魏康生在九大时要在中央常委名单中增加江青进行诡辩 实际情况是九大时 康生向毛主席提出中央常委中增加江青 毛主席听了这个意见很生气 首拍沙发说 我不能同他在一起工作 我受了他半辈子的气 把康生顶了回去 所以人民日报的那种诡辩 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 古人曰 千智可能有一师 千余可能有一德 我是千余之人 但在某一件事情上也可能是对的 对康生的揭发极是千余一德 二是有胆量 有勇气 康生生前是党中央副主席 死后中央对他的道辞又评价非常高 据我看 某些地方超过对州总理道辞的评价 什么坚定的反修战士等等 在州总理的道辞中都没有这样的提法 因此康生在当时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他虽然死了 但他在党内的影响还存在 他还有一伙忠实的追随者 没有胆量 没有勇气 是不敢惹这个庞然大物的 陈毅在文革初期讲了一句延安抢救运动扩大话 康生恨之入骨 骂陈毅是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直到九届二中全会 庐山会议时 康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还骂陈毅是一个老反革命 其原话是 陈毅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 这次又跳出来了 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场 所以我揭发康生并不是没有考虑后果的 但我有胆量 有勇气揭发 主要是相信两条 一 我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既然把四人帮打倒了 就一定要把四人帮的后台 靠山 谋视推倒 盖棺不能定论 因为他的丑恶影响流毒存在 不推倒就很难肃清流毒 就很难平民愤 二 我相信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观点 我认为我手里有真理 我掌握了一部分康生与四人帮 特别是与江青的确实材料 康生介绍江青与毛主席结婚时 我正在延安 当时我听到的流言蜚语不少 抢救运动时 我虽不在延安 但我也听到许多不满情绪的谈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所看到 听到的就更多了 特别是在九大中的两次恶劣表演 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给我的印象游深 一次是大会选举中委时 江青少了六票 康生主张追查 看谁不投江青的票 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那还追查得 违反党章 要犯政治原则错误 一次是要提江青为中央常委 又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文革初期 我误认为江青的所作所为 可能代表毛主席 直到十二中全会时 我才真相大白 他的靠山是康生 是不是对我立功加了罪 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主要表现是两个 第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后不久 就把我从原格里审查所在的卫戍区部队 投入秦城监狱 打入十八层地狱 第二把我所有的马列著作 毛主席著作等书籍 手稿以及治病的药品 器具全部抄走没收 有人会说 关押在卫戍区部队和关押在秦城监狱性质是相同的 对 性质是相同的 但程度是不同的 我关押在卫戍区部队时 我可以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我可以自由看历史书籍 包括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和古代历史 我可以自由看近代和古典文学作品 包括红楼 三国 唐诗 宋词 我可以看报和参考消息 我可以自由写字 文房四宝俱全 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愿写多少就写多少 我可以在院内种菜摘花 既可劳动消遣解闷 又可获得劳动果实 改善生活 至于我的饮食情况和治疗情况 那比秦城监狱更是好的多了 提到秦城监狱 除了重门铁窗 六面碰壁外 其他就微不足道了 据说对我的生活还有点特殊照顾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照顾 体重降了二十多斤 总之 三年多时间 我的身体垮得特别快 最后住了半年医院 目前情况稍有好转 除了上述三个冤案请求澄清之外 我还有其他不少问题请求澄清 第二批需要澄清的问题也是三个 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 并且在人民日报见了报的 虽然没有对我指名道姓 但一提林彪死党 林彪在海军的死党 人人都知道是我的代号 这三个问题是 一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跳井自杀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 有什么真凭实据 二 海军参谋长张学斯被关押 死于医院中 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 有什么真凭实据 三 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跳楼而死 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 有什么真凭实据 如果都有确切证据证明是我迫害致死的 我愿意赔命谢罪 否则我保留以后提出不同意见 我要深冤 除了上述六个问题呆澄清之外 我还有其他问题将继续提出 目前可以暂时割下 李作鹏 1980年6月26日